有很多事情未講清楚的 包括域外效力 即是什麼呢?即是尋備管轄 域外干預 境外干預、域外適用性 境外干預和域外適用性 這些有關各國安全的問題 域外 突然被點名是有關的 他們在域外 日後23條叛亂罪會不會突然動這班海外凱亡人呢? 我就說你不要以為我推出危險 故意在這裏 我是真的在想究竟他擺了什麼東西 跟著他要針對哪些人 23條 這麼辛苦入法街 當然要針對一些長遠來說 他要對付的人 這樣是武器來的 拿把刀去堆住他 所以司會員和 司會員和劉細良還有一個爛鬼陶傑 陶傑有其他方法的 但是這兩個影響力大 所以他有意無意叫陳佩銘放出訊息 放出什麼訊息呢? 跟著說 好 轉話題了 大家同不同意呢? 好 跟著說陳佩銘的功詞裡面 失驚無神呢? 就是說黎智英 曾經邀請劉細良寫稿 問題是什麼呢? 蘋果日報寫稿沒有嗎? 不是你 大家講不講想有多少人在那裏寫稿 你在那裏寫稿呢? 他有個論壇 我在那裏執筆 股費 股費是其次的 文字版來的 網上版其實是任你寫的 很多人都在那裏寫 而且不少人的 時時都幾萬 看的人 網上版 所以有些人都喜歡在那裏發表一下意見 劉細良有沒有呢? 你問起我 真是對頭了 幾年前沒有什麼印象了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有的 偶然發表一下 因為他這樣發表在評論 還是網上的論壇 諸如此類呢? 這樣就不知道了 很多人 德國人有 有一段時間就直接固定了 比如 財經那些 李世民那些 就是 師三合會 好像打過功了 很多人在那裏發表文章 那為什麼? 你猜他會不會開編委的時候說呢? 這個寫得好不好? 一定好 你開會說什麼? 包括這個 王岸延 太久了 不記得了 他們現在 五名的 都不少東西的 沒有人敢提 找這個阿哥 因為這個歌是反美的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這樣 獨立是不容易的 我躲在信譜那裏 都有很多貢獻 我講19年最大的貢獻是什麼呢? 大約是8月中 我突然間發覺 有幾條貢獻走去遊說 記不記得? 楊岳橋 陶謹申 郭榮鏗 三個人走去美國遊說 國會快點通過民主人權法 我一向都贊成的 那時候 已經寫過很多文 現在是說19年7、8月左右 於是我就看看他那條貢獻 竟然發覺出了一個新版 沒人留意 那個新版裏面那些制裁措施是全部剪掉的 即是說那條貢獻就算通過了 都是點一下你的名字 指控你的 哇 我就立即和他原來的版本改了 當然是方便通過 當時我直接在信譜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 有很多人叫做的 包括也不算 大家都有些牙齒刺印的 陳文老師的大力叫做 哇 重要啊 案發在重要時刻也說一些重要的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了 然後 忘記了黃之鋒去了美國 叫emer supplied robion 和他聊天然後加個他 最後當然百萬多都荒裡 做他事消 Krajin 現在有那個制裁措施 曾經是沒有了的 2018年2016年已經是 李柱銘帶黃之鋒去游說他,通過一條這樣的法律 当时如果不是我 扔爆了 我跟开 我是毫不感觉也很有贡献 为什么不找我吃 智英 你现在知道了 老共不知马力 你那帮全部 鸡飞狗走 吃了3000鸡飞狗走 现在重要的人都走了 我留在这里 和你发声 还少说你的话 每个人都不想 贴到你了 现在都不要紧 我不是踩人 现在我突然间 看到突然间陈佩敏 点名刘世良和蕭瑶元 我就要想做什么 蕭瑶元才怪 蕭瑶元根本没写文 一向没写 那些已经很红 这两位当年 2019年 绝对是红到发指的KOL 2019年我还没开咪 不好意思 我不懂的 我2020年 1月10日才 人开我开 原来这么拐 不懂的 你以为我很好 IT很差 后来有人教我 跟我开 那我才说 好吧 用手记录片放上去 这样开了当 才学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都是这样学的 好了 说完了 你现在看到 当时这么多人 现在说出来 你为什么在法庭里面突然间说了这些东西 他现在是恐慌证人 我相信 恐慌证人就是 恐慌你说话 就是大印你说话 那一定是事前也都谈了 有些东西我要问 那你说出来 因为你是恐慌证人 那些同意的东西 他说出来 在这些东西 他特地说两个名字 刘世良和肖元 这两个不懂 肖元是懂的 叫做 但是你要小心 是有意思的 就是这么简单 有意思的 你说 不怕了 在外国 我看你就不应该害怕 说他了 但是肖元的儿子还在 现在给你一个信息 国安法可不可以动你们 理论上是可以 但国安法不想 很明显的 而且开始不要了 但是23条 国安法 动你是困难的 说你颠覆那些 现在很难 很难过 有限的 明案很少 但是23条 的叛乱罪 你们要小心 就是批评香港政府 令到一般人憎恨他 当然了 我 你这些人走了 你这些安全地心 你每天摇摇他 每天霸荣光 每天在那里煽动 你们不怕的 德国人都做得好 没有了 杯葛他 我们支持 老师说我们声援德国人 黄世宅 你声援又不呼吁杯葛 区会选举 你一说杯葛 你一说杯葛就通缉了 是吧 所以就不说了 那我当然了 作为我在香港 我不能说 我一说这两个字 杯葛 是吧 我只是骂蝴蝶姐姐 你这些姓光炸 只说我自己不投 我死也不投 那就可以了 我就走了 但你们不用走了 当然呼吁正义市民不好 你们没有呼吁到 懂做 懂做都没有用 现在呢 因为你们呢 你看到的 还有月头人的身份的人 不是很多个 只是几个而已 是吧 几个而已 照计陶杰应该说 是这几个人 影响力还是非常紧要 在香港来说 没有迹象显示会 其他那些呢 没有格子那些 那些少人过我了 没什么影响力 是吧 受得起 那我呢 如果我应该来继续升 我一向向蕭生学习 向他的成就 就是 为我的目标 标杆而努力的 但是 没有久了 到时候都可以一样危险 他现在给了一个讯息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23条 是吧 我说过的 第八章 那么 域外适用性 未曾界定清楚 怎样 他 资讯都说 一定要的 那是针对什么人呢 你要明白 他是有个目标的 有个目标的 我就一开头 已经说了几次了 我觉得他是针到海外的KOL 但是你都不是所有KOL 要针对的 针对那些有影响力的KOL 是 留一把刀 对着你 这样 那么呢 怕你不明白 所以 这次很技巧 叫陈佩敏 在这个 就是 无厉害的情况 他说了很多东西 接着 就是 我都无谓再重复了 因为重点不是这里 是吧 就是 什么八卦 他说要找谁 弄了个广告 诸如此类 那 就是 提了三个名字而已 那就是 蕭玉员刘世良和陈云海 陈云海 不是陈云 唉 我看清楚不是 老师 陈云老师 是 照计是应该的 但是 幸好没有提你 没有了 那就无关事了 那我们都旁观了 当然不会提到 我们这些 早就不是 不关事的人了 但是 这两位都不是很关事 为什么特意在 他那个 公辞里面提及呢 这个 我都 虽然我也不喜欢 说那么多 阴谋论 但是 不是阴谋 这个是清楚的信息 就是 二十三条落法 是会招呼 蕭先生 最好你懂得做 以后 不要那么多事 是吧 黎智英先生 就说 他 有批判性 这方面 关你什么 这么多人 有批判性 你为什么不说 他不止 一定说 法广 德国之声 自由亚洲电台 很多人 这么多人 你怎么提及 我相信在漫长的编辑会议 天天开编辑会议 这么多闲话 包括 黄文言 今次说得很好 不过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这个人不行的 老共可能纷纷就找了他 别理他 别理他 一定不说这些 是吧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说 是吧 就在你旁边 李肖库 帮你打工 那些 这些不说 你的文章写得不好 路风那些不说 为什么 今天要说出来 刘西良和肖又元就告诉你 你这两个人 就是23条 那个 暴乱罪 会照顾你 还有那个 域外適用性 会有条文 简单来说 你在海外 你发表言论 都可以 就好像通缉世责 这样通缉你了 国安法都可以 但是他们还没到国安法那种颠覆 国安法就要颠覆 分裂国家 你们两位都没有 是不是之前的议员 但是你批评太多 制造仇恨呢 就23条 包括其他那些公职人员 諸如此类 都能够遮到 他的字眼是梳了 但是阔了 保留一个这样的 你明白我明白的 一个这样的状况 我就看到这件事 大家分享一下 没有的 去到尾 不要想太多了 豁出去吧 豁出去吧 多些激烈的言论 甚至大家要为这些人发声 支持他们 很公道 是不是 就是我们流港的人 的声音是有影响力的 我们要多些为海外这班 方塞塞的KOL 多些为他们发声 以示 齐上齐落 是吧 港人一条心 是不是 好 今天说完了 刚刚没有 真的好 好 看看有什么在说 等着 哎 豁出去吧 对不对 同不同意呢 没有人敢像我那样分析 因为我跟开23条 各样 是不是 什么娱乐 我都很厉害的 好过去熔柱头 听我说话娱乐 真的 是冒险的 我每天都在冒险的 为大家提供一些特别的分析 是不是 很危险的 其实我 没得说了 生与乱世 有个责任 好 明天再见